对 我就是这样的人 天天跟人零之零比 你没有觉得这是一个 这本身就是一个笑话 什么意思 也没有就是我不知道 从容貌 从身高 从体型 从涵养 从学识 哪一点可以跟人比 说起黄渤 想必大家都非常熟悉 应出演上车走吧 从而踏入影视圈 小变了 真漂亮 辫子都没了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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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看看你 我就是挺想着的 我还给你买了些饼杆 你喜欢的 你喜欢的加鞋的饼杆 你先回去吧 啊 凭借疯狂的石头而成名 叔啊 你看 这上面 这什么意思 有胸的 重了 5万啊 啊 中啥了 嗯 那 那这怎么了着的 看这儿了 这不写什么 北京啊 之后呢 相继出演了很多部影视剧作品 同时也获得了不少奖项 成为了名副骑士的票房担当 除了演戏之外 黄博还曾经有过助唱歌手 舞蹈教练 影视配音等多种工作经历 凭借一出好戏 他更是完成了从演员到党演的成功跨越 在他的身上更散发着来自内心的真实与质朴 这些丰富的人生经历 使他成为了娱乐圈中不可多得的人才 黄博能够走到今天成为一线明星是非常不容易的 而且黄博在刚出道的时候也是遇到了一件打击他自尊心的事情 即使到现在他还记忆忧心 有一次黄博在参加鲁玉有约这个采访节目的时候 节目当中鲁玉问了黄博很多的事情 后来黄博还把这件埋藏在心底很久的事情告诉了大家 当初他在拍戏的时候呀 手机坏了 于是呢就去买手机 可是电影员直接跟他说很贵你买不起 显得很不耐烦 但是黄博确实很礼貌的笑了一下 点头就走了 这有一手机店看看吧 出什么新手机了 然后进去调一下 到那去了以后 本来人柜台那有服务员 我一去散开了 低头在那看看 突然看了一款还挺好的 忘了 我问服务员这个 我说这款手机多少钱 没标价 回答是很贵 这多少钱很贵 我说这是什么回答 我一想自己穿这样 黄博如今成名了 有钱了 但是黄博还是很低调 从来都没有炫耀过 而且没有明星架子 给人一种很亲切的感觉 这些黄博因为参加极限挑战 与张艺兴相识 在节目中作为老大哥的黄博 给张艺兴带来了很多的帮助 而张艺兴对于黄博呢 也非常的尊重 当然了 不单单是对黄博 对男人帮其他的几位老大哥 也非常尊重 从那之后 两个人之间的友情 也慢慢的好了起来 黄博直到自己的电影处女作 一出好戏的时候 就带着张艺兴出演 当然对于张艺兴来说 这部电影还是非常有挑战性的 毕竟在这部戏当中 出演的演员都是演艺圈的老戏骨 对于这个领域来说 张艺兴只是一个新人 可相而知 他面对这部戏的压力有多大 也能够想象到黄博有多么大的毅力 让张艺兴参加出演 划 吃劲划 你不是有劲吗 就叫驶出来啊 驶出来划 你看你看 前面就是目的地 还有两千多海里 马上就到了 划 不能停 笑什么笑 好笑啊 我以为你们一找不中去了 原来打链去了 是吧 行啊你 别停 下面大家也都知道 黄博也是圈内工人的高情商 与他合作过的演员 对他赞不绝口 因此呢 他也在圈内 收获了很好的人员 同时也深得广大观众朋友的喜爱和支持 其实你根本不用紧张 入围三次了 对不对 谁有你这么厉害 啊 我跟你说 真的是 我要是你 真的是 我是铁铁的坐在这 因为刚才已经看到了 他打了好几个哈起 这是一种什么状态呢 说是紧张 还是对 对手的蔑视 啊 对 这个都很难说 反正我觉得肯定就是你了 比如有一次去参加金马奖的时候 一般奖嘉宾的身份出现了他 因为穿的啊 过于随性而被调侃时 他并没有任何尴尬的申请 反而直接回应说 因为台下领奖的艺人们是客人 而今天呢 自己是主人 所以自然要穿的随性一些了 不过你嘛 你看看台下 梁曹伟啊 刘德华啊 陈龙 他们穿的都很隆重的 对对对 因为他们是客人嘛 客人到别的家里边去 当然要穿的隆重一点 因为你知道 你有五年没来 这五年我一直在金马奖 我已经把金马奖变得像家一样 回到家里穿什么 对不对 回到家里一定要穿的舒服一点 这样的回答 得体又聪明 后来就受到了很多旺的称赞 后面另外一个主持人说 这是我家不是你家 然后黄博呢 立马回应道 其实你也不是一个人在奋斗 你还有一匹马在一起啊 不过我只见过人起马 没有见过马歇人 还有黄博 这是我家不是你家 谢谢谢谢 也没有 其实我刚才看到 就是也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刚才还有一匹马跟你一起 对对对 这么久了只看到人起马 还没有看到马歇人 真是让人羡慕黄博的高兴商啊 记得之前 黄博在机场和一位粉丝聊了半天 其实这位粉丝呢 将他误认成了黄宝强所要签名 他为了不让粉丝尴尬 给粉丝签名签的便是王宝强 到时候走了 聊这么一场不能白聊啊 说你喜欢你 太喜欢你了 你看咱也没那个 合上影吧 好嘞合上影 合上影还不算 签个名吧 签个名 这怎么签呀 我一想 这怎么签呀 好拿来签吧 一想 还是刚才说那句话 不要让人尴尬 咱自己也别尴尬 咔咔咔咔 王宝强 我签让了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点关注不迷路 我们下期再见